好了,出发,我们今天任务比较艰巨 得跑个14个小时 因为今天晚上可能还得12点 然后12点以后呢,我们还得邮助 然后第二天早上7点多起床 应该必须要早起啊 反正通关啦 对啊,反正这两天是赶路了,赶完路就还好 其实呢,摆设这个地方我是推荐来的 因为第一天我们不用开那么累 八九个小时就能到 第二天才能适应十几个小时的旅程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地方比较大 而且民风比较淳朴,你看样型人都样的这么有规矩 所以来一下这里做中途点呢,我觉得是合适的 过了这个罗村口的收费站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云南的境内,全是山路了 我们现在走的就是著名的云贵高原 然后现在我的耳朵已经耳冰了 其实呢,到了云南段以后,你会发现啊 服务区的间隔会越来越长 而关键最要命的就是呢 这些服务区里面很多都是只加水 或者说只停车的,没有油站 所以当你的车如果油量只剩一半的时候 最好先去加油,好像我现在的这样子 我看到车有一半的油了 然后来想想,我好像间隔好远了 这个服务区先去加才发现 下一个服务区70公里里已经停留了 这意味着我还得跑到差不多100公里 才能够看到下一个可以加油的地方 所以千万别逞强了 5点51分今天这么晚 还没有天黑的 地理没学好啊,这是因为呢 我们已经跨了一个市区 只不过全中国大家都在用北京时间 所以实际上现在不是5点50分 应该说是4点50分 所以天还是亮的 昨天同样的时间呢,全天黑了 这因为市区的问题 现在已经跑了一大半了 不过因为我们今天起床太晚了 然后还有500公里没跑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了 我觉得啊,最后这一段困惑的高速呢 大货车应该会很讨厌这段路 因为他们长时间都是在上坡 上坡已经废油了对不对 但是它下坡还不能溜车 不能滑下去 因为全是弯道 动不动就几公里 十几公里的下坡 还得没刹车 废刹车 废油 我开了都觉得崩溃 因为有些路呢 它还限出120 我觉得我120都不一定能过得去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这条路上 烂车道是湿的 而快车道是干的 这个一定与天气没关系 想一想是因为为什么 想不到吧 告诉你吧 但是因为呢 我们在下坡路段 大货车需要给它的刹车做淋水 那么一取大货车过去之后呢 滴上全湿了 就这么简单了 363 哎 刷不了卡 带多点现金是应该的 3公里 6分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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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休息啦